欢迎继续锁定 产序先知Smart 我刚刚一开始来看到是一连两天 我们看的都是在Tesla里头马斯克 但是马斯克真的疯了吗 你所不知道的炼狱工厂 这个问题来了 Tesla上市八年时间是没有赚过半毛钱 但是烧钱的速度超乎预期的快 原来市场上里头所预估的Tesla 在今年的8月6号 就开始可能没有现金可用了 甚至可能就会出问题了 结果Tesla执行长马斯克 现前对话所说的公开承诺 他说6月份开始的话 整个Model 3每周产量要达到有5000辆之多 事实上他是做到了 他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结果让Tesla马斯克之间 已经进入一种堪称叫做疯狂的生产模式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下 他所提到的在5月底的部分的话 这5000辆以及在6月底要达成到5000辆的Model 3 以及在8月份的每周6000辆的目标 8月底如果达到每周6000辆的话 这个是何等赶工的速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Model 3之外的话 很多工人真的是动美调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 怎么样一个动美调的方法 那么这里头有哪些问题呢 还记得吗 昨天股价跌幅重挫来到7.2% 这个重挫事实上已经是大幅度崩跌了 7.2原因是因为在整个马斯克的生产模式之下的话 有高阶的工程师已经开始离职了 导致是一个重挫的压力 包含有哪些问题让马斯克是大发雷霆呢 第一个 生产解冲之下的话或机器暂停 马斯克都会大声斥责 以及加州设立的大帐篷 两周之内将生产线建置好 而且呢 我们要提醒给大家 竟然是在加州的这个工厂之外 用大帐篷建设所谓的生产线 一条生产线的话 应该花数年的时间 竟然它是用两个礼拜就做好了 真的是史无前例 再看下去 人员的大程度之下 包括在Model X跟Model X都影响到2018的生产 因为它的调度问题导致更乱了 再看下去 周末加班工时又长 工人真的大崩溃了 锂电池产线 从欧洲空运到炼玉里头 这个就离谱了 因为如果空运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成本相对就比较高 竟然锂电池这么重的东西的话 空运来到它的加州炼玉里头 所以呢 真的是用一个产字来做形容 好 另外这个焦点话题部分 也非常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iPhone 你所不知道的iPhone 那么在iPhone的话 最新出炉当中的话 已经有三只的iPhone出现了 真的要报道了吗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今天用两个角度 两个说法 来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 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画面里头 5.8寸OLED 以及在6.5寸的OLED 以及在6.1寸的LCD 没什么样子 其中5.8寸的话 将近有两款 相对就比较贵了 我们可以看到 6.5寸P-MAX的iPhone X 以上的升级版 所以呢 也就是比较贵的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中间 6.1寸的LCD的部分 这个新的iPhone 命名到底叫i9 或叫i11呢 还不得而知 其中目标是确定的 就是评价版 那么有多评价呢 我们告诉大家 包含在4000块钱 人民币 将近1.9万块钱 可是呢 有的研究机构里头 不一样 他们的看法 可能来到4万3000块钱以上 会是比较贵一些些 可能这里头 两万块钱的话 只不过是一个 成本的价格而已 我们再看下去 包含8.47毫米 比较厚 没错 比较厚一些些 可是相对还是薄的 所谓的厚的话 是跟旁边的两只 这OLED来做比较 相对是比较厚一些些 再看下去 3GB的RAM的部分的话 等于是一个i8 Plus i8 Plus这样的一个等级 其中会不会真的少了 所谓的3D Touch的功能呢 如果是的话 才能够让它的价格 有所竞争力吗 特别要强调的地方 是在于 这个5.8寸的OLED 跟6.5寸的OLED 其中最下面 把标题锁进 就是在双卡 双待机 听起来很熟悉 没错 就是中国大陆最流行的 所以叫做 中国特工版 中国特工版 这两款 就是要供在中国大陆部分 我们就来提醒给大家 最后一个重点 因为iPhone成本的结构 跟iPhone 8 Plus 是比较相近的 大概是275美金 大概现代币 8400块钱 等于这个成本之下的话 只是一个建设的机构 价格而已 差别在于面板尺寸 压力感测 3D感测 是用主镜头的规格等等 而这三款新机的组装 像这个情之下 因为成本比较高了 所以传闻当中 伪创 在新的代工部分的话 恐怕下半年 是没办法分杯羹了 最后问题就在于 6.1寸售价 会是买气点火的关键 如果6.1寸卖得好的话 卖得动 预期跟这个核数部分 或GDI 是渴望比较受惠的 如果中国大陆的消费市场 对于6.5寸 这一块 这OLED的部分的话 接触比较高的话 那么鸿海跟三星 就会比较有所题材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